我们继续做一些简单的练习 这个就问你说谁没有办法使燃烧更剧烈 会燃烧更剧烈的是助燃性的氧 就问你说谁不是氧 当然不是氧了很多 或者你要记哪些白云有氧 然后没有的那就不是氧 电解尺的这一层物是氧气 酸氧水加个氧化膜也会产生氧气 氧化口我说考过 照光产生氧气 它们都会有氧气有助燃性 会燃烧更加剧烈 大理石跟细氧酸 氧酸炎加细氧 产生二氧化碳不可燃不助燃 所以没有办法燃烧更加剧烈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择是B 简单 那停车站街 或者这里有三贯玩意儿 都无色无味无袖 用燃烧法点燃 谁的燃烧程度比较好 那有助燃性的就会烧得更旺 助燃性小一点就烧得没那么旺 很简单 来可爱大帅哥32 可爱大帅哥32 体力 答案 C 我们的氧最有助燃性 所以燃烧最旺盛 所以以氧最最剧烈 然后空气的氧少一点 没有那么大助燃 所以是然后是假 二氧化碳是不可燃 不助燃发现会灭掉了 所以呢 最后一个是比 所以答案是以甲比 那这里用什么方法可以鉴别这三种气体 要分别氢气氧气跟二氧化碳 用哪一个 石灰水呢 还是石灰柿子呢 还是氯化雅菇呢 No.5 P6号 P6号几粒 又对着我微笑 这我上课有教啊 我们上课就是这样教的啊 我们上课就是这样教的啊 B C 对话雅菇 B B 十二世子 请坐下 十二世子 请坐下 我们上课就是燃烧吧 检验嘛 检验氢气氧气氧氧化碳 我 石灰水只能查二氧化碳 氢氧氧氧分不出来 十二世子是检验酸碱性的 这里最多就是二氧化碳 容易水层酸性 氢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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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是要進到火場 這個我們剛剛也講啦 進到火場才有二氧化碳 現在最後一個男生了 這裡最後一個 但我們要重來 三三 起立 哪一個是 進到火場才產生二氧化碳達到滅火效果的 二氧化碳 乾本吧請坐 乾本 乾本是要進去 進去 噴到火場再受熱分解 所以要化碳 三三號對不起 我剛剛做錯了 立題是我講解的 不是問你的 所以你要問 你要回答下一題 你要回答這一題 泡沫滅體力 泡沫滅火氣的材料 這到底已經不太重要了 這到底已經不加泡沫滅火氣了 可是我上課有講 就問一問而已 已經不是A C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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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就多 C啦 5 4 3 2 1 C C C 1 1 2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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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5 我上課有講問一問而已 這個 我剛剛上課有教了 那個古老的很困難使用的 7-7 7-7 A請坐 這個古老的酸體滅我氣用才不方便要倒過來 讓硫酸流出來去碰酸氫氣鈉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現在已經絕種了 OK就是簡單的幫各位做一些練習 有的人有問題嗎 沒有